北京时间11月19日 ATP总决赛南丹半决赛落幕 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以6比3 6比2横扫阿尔卡拉斯 第九次打进赛会决赛 将与小组赛阶段击败过自己的辛娜争夺冠军 另一场半决赛中 辛娜以6比3 6比7 4 6比1 击败梅德维杰夫 10月份以来对其实现三连杀 总决赛四战全胜 打进生涯最高级别单打决赛 小组赛阶段德约科维奇与阿尔卡拉斯均取得两胜一负 这也是赛会54年历史上 第六次出现世界前二会师总决赛半决赛的情况 交手记录上双方打成2比2 这场比赛中德约科维奇 虽然A4球2比10落后于阿卡 但一发得分率 二发得分率 均好于对手 自己面临过四个破发点 全部挽救 本赛季德约与阿卡共交手四次 除温网决赛事例以外 塞尔维亚人赢下了法网 辛辛纳提与总决赛的另外三次较量 他也高度赞扬阿尔卡拉斯 是其一生中遇到过最全面的球员之一 关于这场比赛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非常激烈 我们已经交手过四次 他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全面的球员之一 非常有活力 速度快 在防守和进攻上都非常擅长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如果我发球状态好时 我的表现就会很好 这对我来说几乎是完美的比赛 谈到决赛对手辛纳 德约说道 他打出了精彩的网球 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网球 在这个舞台上对阵世界前十的球员 前几天晚上我们打了一场非常接近的比赛 气氛令人难以置 信 我不期望有任何比这更少的事情发生 可能比小组赛的比赛还要热烈 这是决赛 我以前曾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 希望明天我能打出A加的比赛 总结今年整体发挥时 塞尔维亚人表示 我想去年的情况是我今年的动力 我度过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赛季 大满贯赛季 这对我来说最重要 以世界第一的身份结束这一年 实现了我设定的所有目标 打破了很多记录 创造了这项运动的历史 当然 我对这个赛季感到兴奋 但还有一场比赛要打 希望我能以一场胜利为本赛季加冕 以一场失利结束本赛季的阿卡说 这场比赛对我进入新的赛季有很大帮助 现在我知道 如果我想进入新赛季 想击败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我必须改进所有的环节 显然我会重新观看比赛找出自己的弱点 只是为了改进他并成为一名更好的球员 我会忘记我与他交手的所有比赛 温网决赛 辛辛那提 法网办决赛 仅仅专注于这场比赛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想进入决赛 必须提高很多水准 日常比赛 辛那以6比3 6比7 4 6比1击败梅德维杰夫 总决赛四战全胜杀入决赛 比赛首盘 辛那的发球局率先出现危机 第三局双方经历三次评分 意大利人挽救一个破发点爆发 浪费破发点的梅德维杰夫 在第四局40比0的情况下突然掉线 连丢5分遭到全场第一次破发 辛那取得3比1的领先 凭借一次破发优势 本土宠儿以6比3先下一盘 次盘第八局两人展开熬战 双方多次在底线展开多拍较量 意大利人化解一个破发点爆发4比4 随后双方进入抢期 抢期中俄罗斯人发挥更胜一筹 小分7比4获胜扳回一盘 决胜盘之前 梅德维杰夫申请离场医疗暂停 归来后手感冰凉 辛那两度完成破发以6比1轻松获胜 大比分2比1晋级决赛 辛那也成为第一位 打入总决赛南单决赛的意大利球员 赛后她表示 难以置信的感觉 我认为承受这种压力是一种荣幸 比赛前一周 我在球场上感觉非常好 这里的球速非常快 观众给了我很多能力 很高兴为主场球迷和意大利观众 奉献精彩比赛 一切进展顺利 我真的很开心 梅德维杰夫高度评价对手 我非常相信 如果他像过去几周那样打球 他就会获得大满贯 并成为世界第一 然后是多少周 多少个大满贯 诸如此类的事情 有时这波浪潮会 在江易度是什么地方 中文中文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海中文字幕 杨文字幕 杨文字幕 杨文贵